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我覺得這邊HK也是想要射一個局 欸?這邊是... 欸?這邊又難道又是假冒的人嗎?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剛剛因為剛剛也有人假冒了 所以其實我今天已經不期不待不受傷害了 可是他現在笑得那麼開心 這...難道就是... 他在抖... 哇~~~ 還你了 還大家了 還你了!欠你的都還你了! 還是因為這一場他們的... 下半部...沒有看到 趕快的位置有點危險喔 再朝外面 直接被QW連斷賞了一套的傷害 最後葛琳姆大絕 橫加林波浪玄劍 反射到了Pony 在閃現躲過了Suki的RQ連技 我MapelSnow TP了 反而是Pony的位置有點差 沒有血沒有魔 完全期盼命中中 又鉤子 拿下這個比賽的首殺 對 這邊也是不打算交閃現的 上面的位置 這個Tier眼睛是有點怪 他只在合到的部分 烏拉拉被抓到了 徐徐賞他一套傷害 反回進了一個人頭 對 而且剛剛走過去 雙手就覺得有點危險 閃現上去硬千斤 而且點燃套下去 Q技能的環速之後呢 很兇 異澤瑞 奧鼠先上去 異屬射擊 現在看一下差距在有了一點的小小領先之後呢 要怎麼樣繼續擴大優勢 球道部門Pony追著MapelSnow 勾了牆壁牆 拉開了旁邊的修修一道 來開著大絕直接追上去 而且側邊 Zuki已經牽線要來6MapelSnow了 哇 就卡馬來了 把捲回來 哇 大絕一個捲壓的 反而又要打出一個反殺 打出了一個兩個人頭的擊殺之後呢 Pony只能趕快越過牆要落跑 他也打得比較多一點 比較好去轉線 去往對方那邊 王神先出手了 哇 被龍奔奧鼠也先給躲過了 這邊出手 勾到了 哇 勾了一次之後 翔哥你再敲腳片上 球隊大連轉了回來 哇 龍奔奧剛拿到紅BUFF 他會打給Puff傷害 所以打在坦克的時候 特別有感染在河道的部分 王神這邊出手 撞到了Pony 王神這邊已經在原地之後呢 配合上 吳拉拉孤獨恐懼的傷害 最後一下 哇 打不出去了 被赤裕給拉起來 再用大絕 那葛雷奧拉開了距離 中路轉過來 哇 點了好多下塔喔 喔耶 這比較好一點 因為點了好多下 有點塔都掉了 哇 推掉了 但是 看起來打不太起來 HK的隊伍還稍微有一點距離 對 但是龍奧現在打這個真空中路的距離 其實很快 還是強衝擊把對方叫掉 王神劍兵中在Nexus 身上的Nexus有點坦 龍奧沒有中的攻 只是 Nexus自己要倒下了 哇 自己取交了 側邊ChuChu進場之後 被魯魯變成小動物 只能往後開推大絕 一轉轉到Nexus 躺動跳了上去 但反而是自己被融化了 哇 龍奧分這波的輸出很高啊 龍奧分現在有一個很高輸出的機會 在後方 而且ChuChu貼到Key的臉上 下點燈之後 Key的整往後閃現撤退 同一時間 那Dews已經倒下了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們看一下這波會戰 其實Maple Snow在 呃 坦傷害的部分 現在這個時間點 龍奧分他的傷害其實已經很高了 那我覺得Suki這個 圈圈跳的效果 也是跳的位置非常好 那在把這個大坦打殘的情況底下 這個 你看持續後續的輸出 龍奧分站的位置很好 再進場的烏拉直接被搜掉了 然後後續的輸出 沒有任何人可以碰到龍奧分 這就是其實Gear他的大絕 奧利安娜這個大絕 其實真的在會戰中太重要 他如果沒辦法 就準決了 看看哪一邊可以先推掉 Nexus這邊套了 卡瑪盾加速之後 羅倫衝擊撞到Maple Snow 但是他在被撞前已經 炸回來 但是爆破球中 直接把Maple Snow給炸回來 就先換把他變大 拉起一些血量之後 有辦法活著回來嗎 兩邊的互相交換 彈的傷害之後 現在艾西奇專門設定傷害很高 了 又跳往前 但是後方TP亮了起來 Maple Snow 找到了上誤三條 從龍奧分位置不好 往那邊走過去了 直接轉角 撞到Maple Snow 秋里閃現下去 大絕一轉 把伊正瑞給轉掉 會戰有點危險 麻醉劍中了 Suki就算腳踩還是刺下這發 勾子在勾到Nexus之後 現在看秀秀怎麼進場 直接秀秀找不到機會進場 往前一直要做秀秀Pony 裡面定戰的原地 看起來目標就是Pony Pony走到大絕的閃現 往後拉開 在幫我球中 把5拉給炸回來 位置有點危險 現在Suki想要來留人 裡面Pose Snow的狀態不好 後面反送了 武漢層數擬量TP囉 Nexus之前TP從下方趕過來 但是隊友離他距離有點遠喔 哇這個ER沒有撞到艾西 艾西利用閃現拉開的距離 Nexus怎麼把閃現給省了下來呢 對他其實如果剛剛跟閃過去的話 哇這個play絕對上Top5 但是時間差距要來拚巴龍囉 Jungle等級 稍微贏了一等 哇先把烏拉打殘 而且決定要先抓烏拉拉 哇可惜是沒有抓到 哇捲到三個 球隊大絕一捲三把 對方給捲殘了 EatsRoy倒了 卡瑪倒了 連葛雷夫都倒在巴龍口裡面 而且巴龍剛剛他們做的義攻幫 對方打了一些血量 所以HKE是直接吃掉 小爪的話呢 對方上下路連外逃到 所以這邊是要直接來拚主堡雙塔了 這個Nexus要去賣了 Nexus大絕一炸 但是馬上又回來了 已經倒了一座 修學開了大絕這邊 被鉤子給勾到 哇沒有視野力勾到 其他東西把修學給敲掉 全力大絕一轉 修學倒下 神像Nexus直接來拚主堡 越過九桶 拿下了主堡的勝利 遊戲前四十分鐘 HKE在比賽的BO3中 拿下了低勝